枇杷牛鞭花 枇杷牛鞭花 此菜为广东风味菜肴之一 制作这道菜所需的主料有西兰花300克 豆腐500克 牛鞭250克 湿淀粉少许 调料有老抽 味精 精盐和绍酒 还需要有胡椒粉 白糖 蚝油 还需要备有蟹肉 鸡蛋 鸡粉 芝麻油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道菜的具体制作方法 炒锅上火 放入水烧热 将蟹肉放入水锅中焯水 蟹肉焯透以后捞出控浸水 装入容器中 将豆腐洗净 洗净搅碎 放入汤盆中 加入蟹肉和鸡蛋 搅拌均匀 米菜 炸热 水磅 radi stem 蟹肉和鎡蛋 再加入味精、盐、胡椒粉、鸡粉、芝麻油 然后顺一个方向搅打上劲 炒锅上的味道 炒锅上火放入油 烧至三成时 将制好的豆腐蓉用汤勺舀入锅中 炸至色金黄时捞出沥浸油 装入容器中 炒锅上火放入水 下入洗净摘好的西兰花焯水 焯透以后 迅速捞出 倒入容器中 炒锅继续加热 烧肺以后 下入制好的牛鞭花焯水 焯透以后 捞出沥浸水 焯透以后 炒锅热 炒锅上火 炒锅上火 放底油 烹入烧酒 再放入上汤 下入焯水 下入焯水后的煸花 再加入蚝油 盐 味精 鸡粉和糖 烧至入味 再放入水淀粉 胡椒粉 芝麻油 再加入老抽 炒匀 最后 淋明油 盛入点缀好的盘中 再将炸好的豆腐蓉西兰花 围码在牛鞭花周围 再将炸好的豆腐蓉西兰花 做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 搅置豆腐蓉时应顺一个方向搅打上劲 边花焯水要焯透 这道菜的特点是色彩艳丽营养丰富